电力杯木林桌球邀请赛开打 国小组小选手上场 每个都是伸手矫健 感觉自信满满 要来上一场高规格竞赛 切磋球技高低 台湾电力公司推广桌球运动 与新北市体育桌球委员会 及新北市信义国小 共同举办2020电力建设宣导会 即电力杯木林桌球邀请赛 除了国小组低中高组之外 还有机关组的成人赛事 是我们台电公司台北南区营业处 主动这个木林桌球赛 大概有13年了 主要还是要鼓励小朋友 多节电多来运动 然后其实最重要还是希望说 大家有一个健康的体魄 然后透过桌球赛 然后培养这个小朋友 打桌球的兴趣 电力杯木林桌球赛 总计141组报名 超过千人竞赛 战况热烈场面壮观 另外台电在会场外设摊 透过有趣的活动 邀请大家珍惜电力资源 加入节能省电行列 那个就是它的原理是利用 那个我们轿车它踩 然后呢它就会充电 帮电子充电 加入我们台湾电力APP的行动 借由台湾电力APP结合我们这个电子上单 达到这个节能减碳减脂的一个效果 那也可以借由台湾电力APP 了解自己做这个自主 自主这个电源的管理的一个功能 透过趣味十足的小游戏 更能明白节能省电的相关资讯 台电希望来参加的大人或是小孩 竞赛的场内和场外都能够有所学习 获益良多 记者林立如新北报道